欢迎来到肖战NewsCenter频道,请订阅频道,大家不要错过当天肖战的新闻,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。 最近,肖战主演的射雕英雄传《侠之大者》是频频开动。 中国电影联合展台放了射雕英雄传《侠之大者》的海报。 肖战射雕英雄传线下展台海报的话题还登上热榜高位,引发大家又一轮热烈讨论。 网友说难道是射雕英雄传要来了吗? 射雕英雄传《侠之大者》的保密工作让人既欣慰又无欲压。 从该电影项目立项到现在,快一年的时间了,除了这张海报之外,一点路透都没有。 网友说官方真的特别有官方的样子,发布的这张概念海报都被大火而盘包将了,盘得跟祖传唐伯虎真机式的也等不来下一张。 形容得真真是太形象了。 3.10日是金庸先生诞辰一百周年。 肖战的射雕英雄传辖之大者也是一次次登上热榜被大家热议。 这部电影被全民期待是一点都不为过。 气氛已经烘托到了顶点了,可是这部电影真是除了这张海报其他全靠想象。 有着急的网友甚至按照自己对这部影片的理解,把肖战出演的影视剧里的动作戏份进行了剪辑来代替。 射雕英雄传辖之大者是本世纪第一部金庸武侠院线大荧幕作品,也难怪全球武侠迷们翘首已判。 鬼才徐客家实力派演员肖战加金庸武侠家中引发行家全球放映。 真的全都是亮点,任何一个卖点都足够吸引大家的眼球。 中引董事长傅若清现场探班透露,主演肖战的古装造型非常好,还有现场吊威亚、腾空等打戏,更是把观众们的期待值拉得满满的。 射雕英雄传辖之大者已经确定将于今年上映,并且全球同步上映。 我们这一代的郭靖将很快和大家见面了。 这部被称为射雕宇宙的武侠巨制马上就要接受大众的检验了。 肖战粉、徐克粉还有众多的武侠迷都已经准备好了。 网友说我的要求并不高,啥时候上映都可以等,现在只要求来张星海报解解馋就行。 好菜不怕晚,大家稍安勿躁,靖哥哥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了。 感谢您观看影片,请订阅我们的频道,以支持我们。